現在有關三星Note20系列產品消息開始出現 其中一來自之前爆料的消息稱 在外觀上,今年三星Note20系列與S20系列相同 只是少做了一些改動 因為Note系列具有更多的方形設計加入 總體來說,基本上所有的東西都是相同的 並且也可以將Note20視為帶有手寫筆的S系列設備 同時三星Note20系列的硬件規格不會發生重大的變化 鏡頭這也不會 當然,Note系列是三星專注於手寫筆的一個設備 據說今年還是會有一定的創新功能加入的 這其包括了遠程控制、高級藍牙遙控功能等 三星Galaxy Note20目前正在開發中 看起來它僅會提供其部為128GB的存儲空間 而不是去年Note10和Note10 Plus提供的起步為256GB 現在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的Note10沒有SD卡槽 而Note20可能有 這可能就是三星決定將存儲空間降至128GB的原因 特別要考慮到整個S20系列都提供了一個SD卡槽 並以擴展存儲 所以預測今年的Note20系列會以128GB的存儲空間起步 考慮到存儲空間為128GB 三星必須為其提供一個SD卡槽 因為它可以支持8K視頻錄製 顯然這將耗盡智能手機上的大量存儲空間 因此能夠添加512GB的SD卡是三星要做的 三星預計將於8月份推出新的期間 Note20智能手機 目前儘管已經過去4個月 但有關給設備的信息已經開始出現了 現在有洩露人士還透露了有關Note20設計的一些消息 以手機殼圖像可見 手機位殼可以看到後置鏡頭模塊 保留了很大的巨型開孔 這意味著Note20系列具有與S20 Ultra相同的鏡頭整列 同樣從照片中還可以看到 該設備的按鍵將在右側 也可以說Note20的屏幕 不會像以前的Note設備那樣彎曲 該設備很可能是用接近方形邊框 而且渠度很小 目前該設備仍在開發中 含蓄更多的進一步確定它的設計方案 有傳言稱三星正在研發一種新型的充電器 這種充電器比我們現在所擁有的 三星任何一種充電器都要更高效、更緊湊 可以支持65W的快速充電 這款充電器定於今年晚閒時候上市 只有可能在8月份與即將上市的三星Note20一同推出 該充電器採用了單化甲技術 而不是目前使用的龜數值 它將使用更少的零件 從而可以使充電器持充有所減小 同時具有更高的功率 以實現閃電般的快速充電 它們甚至還可以用來為更大的設備充電 例如平板電腦或者是筆記本電腦 經證實該充電器製作成本非常賣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它大規模推出的原因 但是它確實已經存在於消費者面前 小米公司是為其小米10 Pro使用該技術公司之一 該產品帶有50W的充電器 可在45分鐘內未知能手機的4500mAh充滿電 既然這些充電器使用了更高的製造成本 幾乎費用將會施加給用戶 所以這種更高端的充電器 幾乎不會出現在中端或者低端的產品中 三星則會在Note20上首次亮相其新充電器 如果說Note20並沒有出現給充電器 則我們很有可能會看到它與Galaxy Fold2一同亮相 好了,今天的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關注點贊和留言互動 下期內容我們再見